行動直升機吊掛7T次 救出了82人 沙卡當疑似遭到土石火埋的 一家五口 巡獲了疑似爸爸和大女兒的遺體 但因為餘震不斷引發山崩 讓搜救行動也一度暫停 最近情況我們連線記者王書宏 書宏 好的主播 各位觀眾太魯閣的前進指揮中心 在稍早由直升機吊掛出來 13名的遊客 目前正在減傷當中 判斷他們的生命的真相情形 以及身體的健康 今天總共是7個T次累計 已經來到82人 是利用直升機吊掛的方式 然後來脫困 他們大部分是身體不舒服 或是有慢性病 以及比較小孩子等等 或是孕婦 在今天整個救援的行動當中 還有另外一個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沙卡當裡面 6名失蹤的遊客 有發現到了兩具的遺體 一位是男生的大人 和一位疑似是女生的小孩 但是整個搜救行動 受到了天氣的影響 再加上一兩點的時候 餘症不斷 甚至因為餘症完之後 還出現山崩的情況 因此是暫停搜救 來停下稍早的訪問 8點半進去之後 就工作到剛剛的時間點 中間大概碰到四五次的落死 中間都有做一些緊急撤離 最後最後是因為落死的狀態 越來越密集 所以後來我們的安全官 跟我們現場指揮官基本上就決議 我們就現場說先撤出這樣子 那個坡度大概多多 大概就五十到六十度這樣子 在最陡的位置 當然也有緩坡 越進入河床位置越緩 因為現場都有滿多的碎石 還有鐵絲 因為附近都先走到 都一些碎木頭的部分 那目前這樣看最快是不是可能 等到明天天亮才可能再進去 目前我們就先把我們現場狀態 就先交為我們的花蓮這邊的消防區 讓我們去評估現在的狀態 如果他們這邊有需要 或是評估現在的天氣狀況 如果待會兒開隊長會議之後 有需要再派人的話 我們就一樣會依縣市的能力去 派進去這樣去協助 多久大隊因為安全的顧慮 因此在沙卡島是暫停搜救 再加上現在的天氣 其實雨勢越來越大 如果一旦又遇到了雨的關係的話 山上的土石可能會演變成為土石流 會造成搜救的危險性 因此整個搜救行動 後續施滑還有時針機吊掛等等 都還要進行進一步的評估 以上是來自泰鲁閣的現場情況 時間鏡頭交還彭力主